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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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下竟然几天哪 你什么东西也不吃 这样身体怎么撑得下去啊 心情放宽 想开点 有什么冤屈也得活着才能有机会说出去啊 恐怕我是离不开这个地方 爸说得对 早点逃走是对的 还好他把明珠和明玉都带走了 他要让明珠和明玉继承林家 爸一定会很疼爱他们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 明珠 明玉 妈妈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你们要听外公的话 好好地长大成人 妈妈就等着去跟爸爸重逢 爸爸跟妈妈 在天上 一定会保佑你们的 来 放饭了啊 来 多少吃点儿 这样身体啊才能扛过去 来 我不想吃啊 拿着 你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 恭喜你啊 你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以后要注意营养 我给你开一些维他命 你回去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我 我怀孕了 天成 我怀孕了 天成 你还会 Jour 邀孕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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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你快点 我留得住这个孩子吗 蔡老爷他们不会放过我 我又不知道爸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 恐怕我要离开这里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天无绝人之路 当年我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 都能生下明珠 现在我一定能够撑下去 让这个孩子好好地出世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强 我都要让这个孩子 能够好好地生下 你呀可算是想通了 对就该这样 你要吃饱身体好 凡事才会有希望 慢点啊 不着急 好 对 多吃点啊 慢点 还不老实说 你再不认罪 不讲实话 只会判更重的罪 我什么都没做 我没有冒财害命 那你老实说 嫌犯张阿忠这个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他已经出国了 我上哪儿去找他 他连你的女儿和庸人都一起带走了 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 你一定和他有联络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跟他什么接触都没有 你再不说实话 只会吃更多的苦头 张才侠真是顽固 竟然什么都不肯招 他要是再坚持不肯透露张阿忠的下落 我们就给他动真格的 不肯定了 万一他真的被判了死刑 我看那个张阿忠 是不是还能沉得住气 不动生死 他一定会扫尸 放饭了啊 自己拿自己的 这份是你的 这份是你的 自己过来拿 要吃完啊 这次不吃 下次没得吃 多吃点吧 这样才能扛下去 多吃 怎么了 没事吧 你不舒服啊 你吐血了 怎么了 来人哪 张彩霞付血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人哪 你要干吗 我们要带张彩霞去做抽血检查 看看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传染病 什么 什么传染病 还没检验不清楚 不过医生说他有咳血的症状 很可疑 可能是得了什么致命的传染病 我们要做详细的检查 你还带我去哪 快下来 快 你们 你们 方怡 别怕 我是来救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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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许 哈 嗯 来 小心 芳衣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 大嫂 以前我跟我哥 都被蔡老爷骗了 对你很不礼貌 真是对不起 这没什么 可是你这么做 会惹祸上身的 见死不救 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 你知道吗 为了逼你爸爸出面 我婆婆跟蔡老爷 是铁了心地要你的命 他们要让你背叛死刑 如果你爸还不出面 他们宁可错杀也不错放 如果你真的做了王死鬼 那多冤枉啊 他们 他们真的想要我的命 他们是被利欲熏心 已经没有什么人性了 所以我才买通狱卒 在你的食物里放点药 好让你吐洪水 这样才有机会 把你转到医院去 等到了医院 就有的是机会让你逃走 到时候警方问起来 那个护士会说 是你把他打晕的 他不会有事的 方医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快起来 坐 方医 你救他 不止是我一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不用说什么报答 我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实在看不惯 我婆婆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真的不愿意跟我婆婆 那种人狼狈为奸 可是 只怪我命运不济 你竟然嫁给天宝 和那种人成为夫妻 还有了他的骨肉 我不愿意行吗 再怎么样 为了孩子 我也只能跟王天宝 那种混蛋过日子 不过他也别想 在我面前为非作胆 如果他敢胡来 我一定不让他后过 王爷 嫁给天宝 是委屈你了 当初 还是我劝你的 现在想想 我很后悔 很对不起你 是我耽误了你这一生 要不是我爸把我许配给王天宝 我怎么样也不会嫁到王家来的 你身为王家的大少奶奶 劝我上花轿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怪你 当初我嫁到你们家来 我婆婆说了很多你的坏话 说你多会挑拨离间 我性自有冲动 以为她说的都是真的 还看到你在良行 让天宝帮你做苦工 而且 爸还满口说你的好 说天宝不好 我就气坏了 以为你真的是那种双面人 人前贤惠 人后刻薄 所以 所以我还对你无礼 出手打过你 现在想想 真是后悔 我也希望天宝好 希望他能有个样子 要是天宝能够上进的话 公公一定会很高兴 家里会很平静 可是 他如果真的只是不上进也就算了 可他偏偏跟我婆婆和蔡老爷一个样 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 什么道义都不顾 如果他们当年真的丧尽天良 害死了李老爷一家 那被你把赶出去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会把财产还给他们 虽然这是我公公的分配 但是他也说过 你可以决定 要不要把这一半财产给天宝 就算你自己全部拿走 也没有任何人说你一句不是啊 再怎么说 再怎么说 天宝也是王家的子嗣 他有权利 拿走属于他自己的那份财产 我婆婆 她把他的青春 这一辈子都葬送在王家 我只是不想 到头来他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才会 所以你就是这样菩萨心肠 偏偏救的是豺狼虎豹 我也是因为 实在看不过去他们的恩将仇报 所以才会把你救出来的 其实 你知道你爸当初 是怎么逃出来的吗 是我哥把你爸救出来的 我哥莽中极了 他也不好好计划一下 就把你爸弄出去了 三下两下就查出是他干的 现在可好 他也被警方通缉了 弄得连家都回不去 害得我爸担心他 又老了好几岁 救老爷 救老爷 真的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去救我爸 方怡 你们兄妹俩的大恩大德 我真的不知道 要几世才报答得了 你别这么说 我哥也是因为看不惯 他们的恶行才会这么做的 但是我哥他这么做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哥他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为了我 我哥他眼光特别高 不管我爸怎么替他说清 他都看不上眼 但是遇到你之后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但是我这个做妹妹的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他对你真的是相见恨晚 虽然我哥他现在在逃亡 但是其实要把他弄出海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安排你跟我哥 一起逃出去 你现在已经是新寡之身 但希望你能接受我哥 舅老爷 他是个好人 我相信 他会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份缘分 但是对我 我心里 就只有天成一个人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可是 可是我哥对你 真的是一片真心的 你们到了国外 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到时候还可以慢慢 找到你的女儿啊 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爸把明珠明玉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人还茫茫 我上哪儿去找了 你 再说 如果我走了的话 谁来照顾公公啊 那好吧 既然你不走 那就凡事一定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再让我 婆婆他们找到你了 这些 你先拿去应应集 以后有机会 我再想办法帮你 芳衣 你别再帮我 万一我桃玉的事情 牵连上你 那就糟了 小心啊 把门锁好 の 急 教 wis 由 你怎么帮大嫂的忙啊 我会想办法帮她的 你不用担心了 方怡 你一个女人家还怀着孕 怎么照顾蔡霞呀 可可可你这么待着 也不是个办法呀 你气死我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以后蔡霞无依无靠的 可这么办才好啊 我还想ться 把地上床单拿去挤了 那个 这病人呢 赵老太太 今早出院了 不是的 我说的是上一位病人 上一位 你是说手术之后 全身摊晃的王老爷 几天前就被家人接走了 你问这个干吗 没事 随便问问 快去吧 别出院了 被接走了 那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警方现在一定在到处找我 我如果这样回去 大天爹的下落 一定会被发现的 不 为了我和天成的孩子 我绝对不能再被抓进牢里 如果我毫不过去 无法保住天成 留给我的骨肉 那天成在天之灵 一定会很难过的 我要保住这个孩子 谁也不能把他夺走 的 大少奶奶 阿福哥 小红姐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带大少奶奶去别的地方吧 免得变人看见 对 去那边 去那边 走 大爽奶奶 還好你出來了 你平安地出來了 我們都擔心你在牢裡 會發生不測呢 我去醫院 護士說爹被人接走了 那他人呢 是被送到療養院去了 夫人說 錢都被渣阿中搬走了 他手上沒錢 沒法給老爺治病 聽說有家外國的教會 受容病人 就把老爺送到那家教會去了 也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 媽他居然沒有送我爹 卻正規地療養院療養 那那家教會在什麼地方啊 在林針 很遠的 把我爹一個人丟在那 這怎麼行呢 王家這麼大 接回來自己照顧 那不好嗎 他說奶奶 你忘了嗎 阿中把房產都抵押給銀行了 自己一走了之 現在房子都被銀行給賣了 夫人說家裡養不起那麼多用人 叫我們全都滾蛋呢 你們魏王家辛苦了這麼久 就這麼散了 那你們以後怎麼辦呢 還能怎麼辦呢 正好我和小洪氏同鄉 大家一塊走也好有個伴 你們倆一塊回去啊 阿福哥 你可別像以前一樣 老是惹小洪急 別讓她在路上生一路的氣 小洪以前跟著夫人 堅酸刻薄的 本來就讓人看不順眼嗎 誰知道她後來良心發現 跟二少奶奶坦承了夫人 和蔡老爺的惡行 這我可佩服她了 還好二少奶奶讓她回家鄉避難 以免夫人將來找她算賬 你放心吧大少奶奶 這一路上我會好好照顧她的 大少奶奶 你現在逃出來有什麼打算嗎 要不然跟我回鄉下吧 或許能避避風頭 不用了 我還是先找到爹 看看他的情況再做打算吧 大少奶奶 現在也只有你關心老爺了 如果沒有你 這個家早就不知道成什麼樣子了 我爸 對王家做了這麼多錯事 我所做的 也不能彌補他過錯的萬分之一 小紅姐阿福哥 你們為王家辛苦了這麼長時間 到頭來 我卻沒法子給你們什麼 真是很過意不去 現在 我只能祝你們順順利利的 能夠平安地過日子 你們多保重 請問您 我不知道 謝謝啊 您好 請問一下 這兒附近有個收容所嗎 在哪兒 好像在那個方向 您到前面再去問問吧 謝謝 大哥您好 我想問一下 這兒附近有沒有一個收容所啊 好像是 往那邊吧 謝謝啊 不客氣 謝謝 我認識你 several 晚上 我們的公司 我們不是 你的病需要多多呼吸新鲜空气 才会有起色 您好 请问这是教会的收容所吗 是的 你要找的就是这位汪先生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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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个知误人一样 对一切自己都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人手不够 没有办法 给他更妥善地照顾 现在这样我们已经尽力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 我爹他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以后我可以经常来看我爹 照顾他吗 当然可以 送来这里的都是没有亲人 无依无靠的兵人 有家人肯欠来照顾 那是最好的我们欢迎 我还要看其他的病人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问其他的姐妹 谢谢 你先忙 我走了 爹 您醒醒啊 您听得见吗 爹 爹 这那时间 您受苦了 您听得见的对不对 您知道我来看您 对不对 爹 以后 我会天天都来照顾您 不会让您一个人 孤孤单单地在这儿 爹 爹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您听到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还了天成的义父子 天成 又给王家留下了一个孩子 爹 我们一定要坚强起来 我们将来还是有幸的 希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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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手脚快一点 还有那么多要洗呢 好 我知道了 我很快就洗完了 一会打烊以后别忘了 把餐厅的地脱了扫了 把厨房弄干净再回去啊 唉 我知道了 我会把这些都做好的 像你这样没亲没气 又没有保人 也就我好心敢用你这来路不明的人 你最好手脚利落点 要不然我也会换人的 我知道了 谢谢老板娘 你最好手脚利落点 明珠 明月 妈妈好想你 妈妈真的好想你 妈妈真的好想你 你们知道吗 我们就快有小妹妹 或是小弟弟了 多少前程 多少往事 浮浮沉沉 爱恨当回 恨如幽 我 奢求你 自己想你 阿满 相承 不愉快 你 不知道 你听自然 和你 岁月 你 我心里 不愉快 要想你 可你 怎么想你 心愿 你 你们开心 妈妈就开心 张彩夏 你公公身上有些烫久了 造成的伤 这些药膏给他擦一擦 可以改善他的伤口 避免感染 谢谢 你的手上这么都是伤 听说你在饭店洗碗 这些都是泡水太久 造成的咧伤 一定很疼吧 没事 只是小伤而已 你每天洗碗工作挣钱 还要来照看你的公公 真是太辛苦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你天天来 你公公看起来气色好像变好了 所以你要有信心 要坚信会有奇迹发生 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的 我也相信我公公一定会好起来 爹 您听见没有 神父都说了 您会好起来的 您放心 我的工作不辛苦 只要 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就算是再辛苦 我都能够忍受的 爹 爹 您快点好起来 您还得看看自己的孙子呢 还有 方怡 她也有了 王家现在有这么多的小孩 要是我们一家人能凑在一起 那该有多热闹啊 你们在搞什么鬼呀 这么大的洋行竟然没有东西卖 以前都是到南洋进货的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那几家厂子都说没货进 连经常联络的几个商家 也说没有货 看来他们是把货给别人了 这洋行没货还没货 怎么开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天保怎么就不吭一声 不是说天保天天待待洋行做事吗 怎么现在不见个人眼啊 这 你说呀你 这支吾吾的在做什么 少爷他 来店里 这拿了钱他就走了 洋行里的款子 现在都已经补不齐了 他跑去哪儿了 这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一问三不知的 算了下去吧 是啊 我还以为现在天保懂事了 没想到 他还只是懂得拿钱去玩 现在店面都快经营不下去了 他还想瞒着我们 站下去可怎么了得啊 以前给我们供货的那些店 现在都不肯给货了 那一定是这个张阿忠 在背后釜底抽薪 张阿忠啊张阿忠 我算你狠 现在可怎么办哪 不仅洋行 粮行 布庄 都没有东西卖了 就连我们拿到的店也是空壳子 再这么下去 我们就要把店面给卖了 否则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们绝对不能在这儿坐池山空 一定得想个办法 都没有东西卖了 巧妇难为牡米之炊 哪有办法想啊 哎呀你就别哭了 整天哭天魔泪的 你帮我会想个办法 绝不能就这么垮掉的 这腰好酸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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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造船 又得顾及生意 真是累死我了 哎呀 方怡 爸 辛苦你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从家里过来看看您 花不了多长时间 爸 听说你最近都没好好吃饭 也没有好好睡觉 哎 再这么下去 我可不回我婆婆那里了 我天天在这里盯着你吃饭睡觉 哎呀胡说什么呀 你爸好得很 倒是要看看你的肚子 都这样了 算了吧 你还是回你婆婆那儿去 好好地养你的胎 别老让你爸为你操心就好了 爸 你一个人在家里 连一个跟你说话 跟你分担烦恼的人都没有 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呀 还说呢 都是你那个不懂事的哥 闯了这么大的祸 害得我这个老头子 整天孤孤单单的 我要是见到方威啊 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那要是哥现在出现在你面前 你肯定要打他了 那还用说 我肯定啊 打得他满地窜 就行了 你肯定要是小便 我肯定要是小便 你肯定要是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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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哪 你这么不知死活地跑回来 你想被抓去坐牢吗 爸 我就是想念你 我回来看看您这种做 爸 您老了好多 您这么劳累 都是因为我不好 爸 儿子对不起您 爸 您照顾好您自己 不要挂念我 我也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的 您